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春节前男子张德镇驾驶砂石车冲撞总统府 让总统府一度以维安考量想要在夜间全面封闭开道 在与台北市政府召开完会议之后 最后决定采用台北市府的提案 只在夜间11点到隔天凌晨6点缩减部分车道 考量交通安全对民众的交通影响以及社会观感 达成了不全面封闭开达德安大道的共识 我们非常高兴就是总统府现在采用凯道的方案是 没有完全的封路 而且是用路主的方式 主要的建议的内容都照台北市政府的提案来做的 根据台北市政府的规划 将在凯道华宁街口 以及凯道重庆南路口 设置固定式升降车组各一组 一组15具车柱高约120公分来封闭凯道双向实现车道中的5车道 用路人仍可行驶单向各2.5车道 但是大型车和自小客车都无法通过 近期市府将评估施工骑程以及经费使用 实施日期将例行公告 目前仍然维持在凯道实施夜间酒驾领检 以维护周边安全 国内虐待儿童的事件频传 最近三年有高达5万2千多件 等于平均每29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受到虐待 多个儿章团体出面向立法院喊话 希望这个会期就能够通过相关的法案 加强对儿童的人权保障 去年11月台北市内湖区一名68岁的成姓男子 企图和家人同归于尽 引爆煤气大火 造成儿子媳妇和三名孙子命丧火窟 同年9月高雄也发生一名单亲妈妈 带着儿女烧炭自杀的悲剧 家长希子自杀的案件不时发生 根据卫福部统计 近三年来已经造成74个孩童因此死亡 除此之外 儿童授虐的问题更加严重 三年来就发生了52,960件 大概目前还是每29分钟就有一个孩子被虐待 大概这三年内 大概每个月都有两个孩子 是受虐或是被父母杀死 所以可见呢 台湾其实对于孩子的生存权啊 或是免于受虐的权利 保障其实都不太足够 儿童团体认为 许多家长把孩子当作成人的附属品 任意剥夺孩子的生存权 造成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 还有更多孩子是生活在家庭暴力的恐惧中 从100年开始 儿少目睹家庭暴力的案件是年年攀升 到102年已经高达16,942件 一万多只是已经受到服务的个案 其实真正如果用每个妇女平均有1.2的孩子的 这样子平均数来算的话 甚至在台湾有10万以上的目睹暴力的儿童 可这个部分呢 目前还在很多的黑数当中 那也很少被关心到 另外随着毒品泛滥 吸食K他命的人口出现年轻化趋势 也冲击到儿少的健康权 儿少团体认为 台湾的孩子正面临暴力 毒品和休闲空间不足的三大威胁 因此呼吁立法院在本会期 要通过儿少权力公约实行法的草案 尽早让台湾儿童的人权和国际接轨 获得更完整的保障 就算一壢期 差不多 国内有动物保护团体 想应国际组织发起的活动 跟美妆品牌来合作 一起呼吁立法院要仿照欧盟 立法要求化妆品禁用动物实验 民众头戴兔子耳朵 手拿标语 高喊坚决反对动物实验的口号 今天他们要来立法院 为动物请命 希望台湾能够学习欧盟 制定相关法令 要求化妆品要禁用动物实验 爱美不需要用残忍的动物实验来完成 动保团体指出 欧盟1993年首度提出 禁售经动物实验化妆品法规 到2003年才真正制定出具体禁令 一直到去年2013年才全面实施 并且还投入资源研究替代方案 知名国际美妆公司也表示 不用动物实验并没有让产品成本增加 也因此自家产品是全面禁用 这种残忍手段 而朝野立委也在立法院接受 动保团体陈情承诺会积极推动相关法令立法 记者林静北陈情承诺会台北报道 争论长达17年的官场工人案件 劳动部决定放弃上诉 对目前还在诉讼当中的官司全面撤告 不再要求工人要还钱 而至于在民国101年政府追讨贷款之后 已经还钱的政府也都会退款 但是问题是在民国100年之前就主动还钱的480名劳工 反而是没有办法拿回任何一毛钱 劳动部这样的做法引起外界质疑 行政院长江宜化 昨天在立法院打巡的时候就表示 会要求劳动部基于社会公平的原则 延遇以同一套标准一并退还 上周五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五个案子 12名官场工员不用还钱 劳动部因此在中一决定放弃上诉全面撤告 也将还钱给政府追讨后还款或和解的292人 但是在政府追讨前 已经如期还款的480名工人 因为政府认定属于借贷 因此还回的2亿多元将不退还 同样是受害劳工 如期还款的人却拿不回他们的资遣费退休金 引发两套标准的批评 那些没有说劳会不退他钱的这些人 也是他的退休金跟资遣费 他没有多拿一毛钱 我们认为那400多人 劳会应该把这样的钱退还给他们 这才叫公平正义 对此行政院长江宜化表示 将请劳动部再演绎 我们也注意到社会各界对于更早 就是在民国101年之前 在还没有新送之前 就已经偿还这一些借贷的劳工 那么这一些金额究竟是不是要一并偿还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会请劳动部潘主委他们 好好的研究一下 年迈的官场工人 抗争许久终于获得胜利 也证明权利要靠自己争取 不过全国官场工人连线也表示 17年来官场案不断重演 从太子汽车 华龙 大桶 融电 全都拿不到资遣费退休金 因此未来将继续推动老基法28条修法 主张应该将资遣费退休金 纳入基欠工资电厂的范围 彻底解决恶性官场衍生的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